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首先带来关心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徐真卫 市长候选人李秋旺 县议员谢国荣、林宗坤、许子芳、韩灵梅 9号下午是前往了花莲市中正路和中华路进行扫街拜票 县长许真卫也一一向市民们握手致意 恳请大家继续支持她来为花莲服务 许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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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帐 dash 国民党现场候选人许真惠 市长候选人李秋旺 先援谢国荣、林中坤、 徐自芳、韩丽梅 9号下午 则次前往花莲市中邓路和中华路 进行扫都得还是exay 社长请集体员员向事民们握手指引 恳请大家继续支持他为花莲服务 新球连来的国民党花莲县长许正位 竞选总部成立之后 这个星期展开扫街拜票 继续走访菜市场切记名义 听起乡村的需求 尤其透过紧握了双手 感受到支持者的温度 许正位在8号拜票当中一路上感谢 他让老板老板娘 在忙碌的时候放下手边的工作 有人送上菜头祝福好菜头 有人添心送上国企设计的毛帽 鼓励支持 用暖心的注意保暖 才能够继续拼出更幸福的花莲 包含吉安湘果菜市场 人里市场 清风市场 下午再次来到花莲市中正路 中山路三圈 中华路一直走到吉安湘的黄昏市场 全程踩土布的方式 一步一脚印 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支持者的温度 说到这处 冬双生长生意界的不断 也有许多国民党乡长 议员参选人陪同手机拜票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为守护花莲爱的祈祷 好不好 好 坚定的信念 我们成功 先例出发 徐政委 动参 徐政委 动参 徐政委 动参 政委 政委 徐政委 动参 动参 徐政委 现在徐政委表示 县长任内推动多项造福措施 新增148处影法社会福利据点 累积365处根据花莲县政府公开的资料 解释到今年6月统计的资料 新长造服务覆盖率突破85.89% 首次提升全国第一 为未来四年来打拼 记得终于花莲伟大